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收听路上的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短文 泰格尔的含泪 与泉州奶奶的喜乐 作者 何天朵 泰格尔晚年时 有一位朋友来拜访他 朋友说 你可以心满意足地死了 因为你已经写了许多诗歌 在你之前 没有人写过那么多的诗 连英国最伟大的诗人雪莱 也只写了两千首诗 而你已经写了六千多首 而且每一首都像深海珍珠 和深山钻石那样珍贵 所以你死而无憾了 朋友说完 泰格尔的眼中以泪水盈眶 朋友接着问 你是怕死吗 你不是写过一首诗 说死亡是最伟大的朋友吗 泰格尔说 不 我不是怕死 死与生一样美丽 我哭 是因为近来 我写的诗越来越好 我的心还像个孩子 我的灵感也越来越多 我越写诗 就越有灵感涌上心头 可我却要走了 真是不巧啊 到现在我才感觉到自己 真正要写的诗是什么 泰格尔最后 在不舍中含泪而逝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 我的内心很不适滋味 生命 无人能够把握 依恋不了 前段时间 我受到几个重症病人的 带导求助信息 每当看到这些重症病人 外形的惨状 听到他们凄厉的呻吟 我的情绪 就会崩溃 一落千丈 继而不得不深入思考 是不是所有的人 到了病危的时候 都是这样不安 惶恐 紧张呢 思考中 我记起了幼年的一桩石 我母亲因病 常去医院 我也因此认识了 一位重症病人 大家叫她泉州奶奶 我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 她虽然头发花白 却肤色红润 她对人说 她是个基督徒 她很有爱心 也很喜乐 常会以开玩笑的方式 说话和回顾往事 每天吃饭时间 我们都需要到楼下食堂 去买饭 一天 我照例打包了两份粥 两份菜 还偷偷地给泉州奶奶 带去了一个烤红薯 医生不让她吃红薯 所以她家里人 从不买给她 从楼梯出来 要先经过她的病房 才能到我母亲的病床 可那天 我走过去的时候 看到她的病床 是空的 想了想 她可能出去散步了 到了母亲的桌前 摆开菜 我们一起吃起来 我满不惊心地说 泉州奶奶好像不在 她昨晚一夜都没回来 一旁的护士对我说 她走了 就在昨晚十一点 不过这位老太太信主 死得很安详 还带着微笑 我从来没有见过死 这样安详的病人 我听护士这么一说 不等吃完饭 便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 看着落日 梳理心情 长大成人后 见多了喜事丧事 特别是在死亡面前 人都有畏惧 除了我认识的一位牧师之外 那位牧师 和我幼时喜欢过的 泉州奶奶一样 在病中和临终时 都有平安喜乐 他们的内心 似乎都有一种超凡的力量 那就是由信仰 带来的盼望与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何天朵 带来的泰戈尔的含泪 与泉州奶奶的喜乐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